你知道吗 我和龙世睿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了 在2019年的时候 我是在越南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 在2020年的1月12号 我到了中国 我到了家 到家了以后 突然爆发出这个新冠瘟疫 或者说新冠病毒 之后国门关闭 然后省通道关闭 村的通道关闭 各个地方全部关闭 以至于到今年 到现在 此时此刻 我们都还没有见到面 我算过 整整14个月 14个月 我不知道很多的情侣 或者说那些真的谈恋爱的人 能不能经历这么长的时间 不见面 会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偶尔我们也会闹一点的脾气 但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的 我们还是在努力往我们的小目标 当然不是往建林的那个小目标啊 我是我们的小目标去努力 是买房子 如果大家看过上一个视频 应该已经看到了 他去看了那个房子 我很愧疚的事情是 我不能去越南 不能在越南 不能陪他去看房子 然后呢 很多事情都要他自己去操作 比如说去贷款 比如说去联系那些公司 比如说寻找那些装修的公司 最近又因为贷款的问题呢 又跑了好几天 感觉是很麻烦的 所以呢 让一个小女生在那边跑来跑去 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但是没有办法 暂时去不了 那如果有人有这种 去越南的这种特殊的方法 也可以给我留言一下 因为我没有 最近在买了那个房子呢 我听他说是在 河内比较好的一个小区 房价呢 也是差不多吧 反正就将近是一万块钱 一个平方 我们买的房子的话 还是比较小 就几十个平方 五六十个 五十几个吧 就够住就好了 因为人也不多 他父母一套话 也是在他的老家 并不需要上来 我们买这个房子 有两点考虑的原因 就是他考虑的一个原因 就是那边的房租太贵了 他希望把这个房租省下来 那我考虑一点就是说 像河内这样的大城市 因为他将近有一千万的人口 房价后期肯定是会 越来越涨的 就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呢 我觉得提前买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就是他考虑的和我考虑的 所以呢 最近都是在跑这个房子的问题 然后呢 一边跑房子一边挣钱 因为我现在家里面也在建房子 我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他那边的话 好像也在老家里面也在建房子 所以这个我没办法去正常的一个工作 只能是在网上做一点东西 挣一点小钱 希望这些东西慢慢积累 做大以后呢 挣点大钱 这个说的有点夸张 挣点生活费吧 好了 这个视频就这样啊 主题就是买房子 第二个是 我们没有见面 14个月了 好的 拜拜 拜拜